在影视圈当中有那么几位导演就喜欢把女演员往丑里折腾 像周星驰 像冯小刚 在《甲方乙方》当中这刘培 1942当中的徐帆都被冯岛折腾了一把 现在冯岛的新戏私人定制啊 快要跟大家见面了 电影当中有两位女演员 白白和李小璐生活当中那都是漂亮的辣妈啊 但是为了搞笑 为了效果 两个人只能放下美丽包袱了 第一次认出来了 因为好多观众朋友都说看不出来是小璐了 我以为是宋丹丹啊 宋丹丹姐 丹丹姐 贾乃亮第一眼竟然把老婆大人认成了宋丹丹 可想而知在冯小刚电影《私人定制》中 李小璐的造型有多么颠覆 没错 在日前曝光的一张私人定制剧照中 李小璐身着粗布上衣加套衫 头顶花毛巾 脸上涂着高原红 还点了一颗雾字 颠覆的农妇形象 让包括白白和在内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他们两个有一个崭新农民的造型 他们两个人走进来的时候 摄影师都没办法拍戏了 演惯了小妞电影的白白和 自己也难逃被冯小刚颠覆定制 在该片预告片中 白白和一句饱含浓郁中东风情的台词 就成了最大的笑点和亮点 我家人就是长辈 有说最近在单位很不顺心的 就全靠那句话过日子 就是一个谐音的那中东风情的外语 它也没有具体的意思 它没有具体哪个国家 就中东一带 看来在电影《私人定制》中 林小璐白百合想保持一直以来 镜头前的美美形象是不大可能了 而白百合透露 两人之所以形象颠覆多变 全音电影讲述了葛优等人创办好梦公司 要变换身份帮助各户圆梦 颇有点97年 冯小刚贺岁电影《甲方乙方》的意思 颠覆好啊 这样我觉得演员嘛 如果说能够这样的办相 能够把大家都乐了 那就是秉承了我们这电影的中心思想 就是成全别人恶心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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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